介绍旺币 它是什么和为什么使用它? 旅程开始 加密数字币提供的不单纯是汇款或转照 想要明白为何和为什么是这样 让我们来仔细看看比特币 为何我们使用旺币 如果有一种非常强大的科技 它能够改变我们社会最基本的支柱 一种彻底影响我们的经济治理机制及业务功能 甚至改变我们对贸易所有权以及托管的概念理解 那会怎样? 这种科技已经存在 它就是加密数字货币 人们经常以为比特币是唯一的虚拟货币或付款的过账系统 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这货币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 这是因为比特币是具有突破性的 货币只不过是其中一项应用功能 货币只不过是其中一项可能的城市 货币的存在是为了促成贸易 多少世纪以来贸易已经变得难以置信的复杂 每一个人都与全球各地的人进行贸易 人们都为贸易记账 而这些资讯通常都是单独及封闭的 因此我们使用我们所信任第三方或中间人 以促成及审核我们的交易 这包括政府、银行、会计师、公证人以及你钱包里的纸币 我们将之称为可信的第三方 这就是比特币的精髓所在 比特币软件让电脑网络通过互联网保留集体账目 这账目既不封闭也不受任何人所控制 而是公开且全面散布在整个互联网的公共账本 我们称之为区块链 在区块链里所有交易都被记录 包括时间、日期、参与者以及每一项交易的款额 每一个网络节点都拥有完整的区块链记录 这是依据复杂的使用最先进技术的数学原理 每一项交易都获得账目保留者 也就是所谓的比特币矿工所审核 这项数学原理也将确保所有节点、自动及持续批准账本的状况 以及每一项交易 倘若有任何人尝试破坏任何交易 节点将不会认同 因而拒绝将交易纳入区块链内 因此每一项交易都是公开的 而数以千计的节点一致认同有关交易在某个日期 以及某个时间发生 这就像是每一次交易都有一名公正人在场 通过这个方式 所有人都能使用一个共享的可信任资源 这也是为何我们可以信任区块链 账本并不在乎一个比特币 究竟代表特定的款额的欧元和美元或任何价值或产业 用户可自行决定一个比特币的单位 比特币可被分成一亿个单位 每一个单位都可以独立辨认及编程 这意味着每一个用户都可为每个单位制定其特性 用户可编程一个单位是一欧元分 或是公司的一个股份 一千瓦的能量或所有权的数字证书 因为这个加密数字币不仅简化金钱的支付 也能代表各种财产 就像一千桶石油 发出贷款 甚至选举期间的一张选票 此外 加密数字币也允许我们 让我们的货币变得更精明 以及自动化我们的现金及资金流 想象一下 以美元或欧元为单位的保健津贴 只能支付获得认证的保健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人是否真的遵守条例 已不必受到繁文入节的审核 你只需将这些条例编程进货币 因此优先遵从 有关单位甚至可被编程 若接收者在特定时间内未使用 将自动退还 在这种情况下 供应者可确保金贴不会被囤积 一家公司也可通过相同的方式 控制他们的花费 通过工资、机械、原料 以及保养等编程预算 制定有关货币的特性 即不能被用在其他方面 自动化这些事项将能够减少繁文入节 为组织里的会计师及财务总管 节省许多时间 加密数字币的可编程开放特性 允许我们完全重建我们的财务领域或管理程序 让它们变得更有效率及透明 并显著地减少繁文入节 加上在互联网上 我们的经济活动必须与运输机器交涉 事实上它们早已存在 想象一下 通过自动售货机或无人飞机送货 这些机器都不熟悉信托概念 但加密数字币不同 因为加密数字币与无人飞机之间的合作 可百分之百确定有关包裹将送到正确的收件人手中 同时也可以确定对方已付款 我们可以这样编程自动售货机 以自动记录供应并向供应商订购新货物 且同时自动付款 当然你得了解 这一切只不过是开端 互联网科技已受到影响并突破现状 这开拓新市场突破长期由中间人所占据的地位 比特币及加密数字币已导致模式的转变 现在是以建设性 批判性 以及公开探讨这个新科技的时候 以探讨其潜在应用 为何我们使用旺币 开始探讨以更好的方法善用这项科技 以打造更安全及有效率的商业环境体系 以区块链技术为中心 设计及部署新商品及服务 让全球性业务变得更简化 无需通过可信的第三方 打造一个内部交易机制 以购买货品及创业 这项制度将如何在现有的结构中运作 一切业务将按照我们现有的方式来进行 将维持现有体系的条例 前币 前币 代币的计价也与现有系统一样 网页之内将会为会员提供重要训练 以及其他营销工具 以协助会员了解我们所使用的用户界面 此外 由于ASI是为了支持会员创业而存在 ASI也将为会员提供其他营销程式 以及抵押品 会员将被分为不同的等级 每个等级都被赋予不同的权限 可使用不同的材料 而每个等级所使用的材料都不一样 网币会员网页有多种语言选项 包括中文 我们也考虑可能为会员的客户开放会员区域 让顾客可购买及使用网币 以购买购物单上的商品 网币是建立在Next平台 新一代加密数字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